观众朋友们午安 感谢你准时收看 1400新闻大白话 立刻来关心一下 今天最新的一个战情 俄乌战情现在已经到了 这个亚述营的最后阶段了 因为据说现在亚述钢铁厂 里面的守军都已经 陆续的撤离了 而俄罗斯的国防部也讲说 他们都已经投降了 那究竟是投降还是撤离 现在双方的说法 好像不太相同 那我们就先来欢迎一下 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退役中将帅花明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他实践文集 蔡先生好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董资深董哥 大家好 好 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亚述钢铁厂的守军 难道通通都要沦为战斧了吗 还是是英雄般的一个撤离 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今天看到这个 泽伦斯金他太太 已经是阔别三个月来 首次公开一起的亮相 他们是为了自己 乌克兰前总统的丧礼而现身 只是说是不是也代表说 这场战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 也让他们两个终于可以同台 一起出席活动了 出席这样子的一个丧礼活动 我们再来看看 现在俄罗斯这边 他们对于乌克兰也有一些话要说 因为像是拉夫罗夫他有讲说 其实在西方人的眼中 无人需要的乌克兰 其实是西方跟俄国对抗当中的一个消耗品 克工的发言人佩斯科夫 他也是讲说 现在美国震撼西方一些国家 在对俄罗斯进行一些混合战争 对于俄罗斯来讲 我们现在已经是把它视为敌对国家了 所以他们现在有这样子陆续的定调 以及俄罗斯的前总统他也说 现在俄国会用冷却那些借他人之手 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野心 他说我们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 我们绝对不会把它变成一个 第三次世界大战 很明显他们是在对西方说话 他们就希望说西方 你不要再继续拱火 不要让这场战争继续延续下去 也不要再提供一些武器了 包含了像是普钦也传出 他现在要亲自来指挥 指挥什么 他要跟这一个格拉西莫夫 我们之前有讲说格拉西莫夫 他其实在前一阵子传出 他是要亲自来指导 亚素钢铁厂这一场战争 要带领他们格鲁乌的军队 所以现在是不是代表说 因为亚素钢铁厂已经打完了 所以他要接下一个任务 跟普钦一起挥军到顿巴斯 他们现在要主力要放到顿巴斯地区 要拿下顿巴斯了 那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究竟是撤退还是投降 因为5月17号我们有看到 这样子的画面出来就是乌军已经是 这样子放下了武器走出亚素钢铁厂 那当然乌方的说法是讲说 这个亚素钢铁厂的守军是当代的英雄 是光荣的撤退 甚至华盛顿邮报也在讲说 乌克兰结束这个血腥的马力波之战 撤出了亚素钢铁厂的战事 纽约时报也同样是这样讲 讲说战事们已经撤离了 就让大家想到说这个1940年的敦克尔克大撤退 当时二战的时候 感觉上面英国是被打得落荒而逃 但是他们是讲说 没有我们是光荣的撤退 所以是不是有一点这个味道 当然俄罗斯的讲法 他们是讲说 这是一天之内有265人的投降 所以他们用词上面是不太相同 一边说是撤离 一边说是投降 那究竟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段画面 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是一步一步撤离的 总共有五部他们这样子的撤离的一些 这种运输的车辆 那只是说很奇怪 为什么车辆上面都写着Z字 因为这个Z字大家都知道在这场战争当中 已经是代表着这个俄罗斯的意思 所以说如果是撤离的话 为什么是俄罗斯来撤离 而五辆车辆是准备要抵达 俄罗斯所控制的新亚亚素斯克镇 所以他们还是要再核对一下 他们这里面守军的一些身份 以及他们可能一些内容上面 要有一些核对 所以其实大家讲说 那看起来感觉像不像是撤离 感觉像是变成了战俘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 那再来我们来看 这亚素昌龙之谜 现在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点 因为究竟里面 如果说里头都已经投降的话 那究竟里面还有没有大鱼 还有没有巨金 还有没有所谓的亚素昌龙 因为现在讲法 俄乌双方也是不太清楚 就是不太一致 因为现在他们讲说 守军的数量 究竟在里面 这个265人已经是全部了吗 还是还有人 因为之前的版本有很多 包含了2000人 1000人跟600人 现在最新的讲法 大概是停留说 265人之外 还有600人在其中 而且甚至俄罗斯方面 他们也有讲说 他们现在已经掌握了 这个亚素钢铁厂里面的一些通道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配置图 所以他们已经可以进去里头 可能要进行最后的一些巡逻 或者是搜索 看看里面会不会有一些 他们所谓的这种 生物实验室里的相关证据 所以俄军现在要逐一 查核战俘的一个身份 来盘查 逐一来比对一下这个战俘 相当是耗费这些时间 因为还包含里面的相关的搜索 路透社他们的评论是讲说 这可能标志着说 俄乌冲突 历时最久的一场战争 应该已经到尾声了 只是大家也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有一点 刻意要转移焦点的感觉 因为大家最关心的 其实在后头 后头究竟还有没有大鱼 后头里头究竟 还有没有所谓的那些 生物实验室的证据 这恐怕是大家最关心的 可是感觉好像西方媒体 已经想要告诉大家 没有了 大家这个焦点 转到其他地方去了 你们要去关注 现在他还要引发 这个顿巴斯接下来的战争 可是大家这一个 亚述大鱼或者是亚述巨金 究竟是谁 大家还是十分的关注 那只是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俄罗斯的联邦 他们侦查委员会讲说 他们现在要尽快来审问 这些武装的分子 甚至这个俄罗斯的国会 还喊说禁止换战俘 因为他们现在找到的这些人 几乎都是亚述营里面的一些军人 所以他们是不愿意交换的 甚至还有这样的一段影片流出来 这是被俘虏的污据 他们讲说其实他们觉得对美国 或者是对西方有一点失望 我们先来听一下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什么 被胁迫之下战俘讲的话 只是说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的话 放出来会不会真的也是 有可能是代表现在乌军 真的面临到的一些状况 原来西方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协助吗 所以现在还有一个事情 也闹得让大家觉得很笑话 就是美军的退役四星上将 他公布了一段画面 他就说这就是俄罗斯战机 被导弹给击中 原来是一个电玩画面 被人家想说 你怎么把电玩画面当真的 所以他立刻又把推特这段画面 给下架了 所以人家想说 从这样子的四星上将 你也可以看出来美国是不是真的在这个军事上面 就是有待加强呢 我们来问一下将军 所以这个战争里面真真假假 做假 尤其现在这个假新闻 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真真假假 能够让普丁出来讲话 应该掌握了某些东西 而且由士兵出来讲的东西 我都不太相信 那这里面既然已经俘虏出来这么多 首先我讲 双方说这个是光荣撤退 还是战俘投降 其实就我一个军人来讲 当这个军人已经 所谓防守的任务打到弹尽圆绝 不管你是战俘也好 投降也好 他已经尽到他本分了 不管你是投降也好 战俘也好 我觉得他已经尽责了 我们不忍苛责 打到这边伤残累累 他也坚守了这么多天 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他有所指责了 第二个 这里面有没有所谓的大鱼 我相信不管在医院也好 或者战俘审讯也好 将来都会有一个结果 只要不要用什么 很非人道的手法的审讯 其实审讯的手段很多 交叉比对了 证据收缩了 将来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如果说你要用什么非人道的方式 那在今天所谓 全世界的人权的主义 对不对 那你用 你像美国在关大纳摩那边 搞那些什么水行那些东西 同样也要受到我们所谓自由民权的一个种谴责 对 如果你俄罗斯用这种手段 我们同样是谴责的 因为战后 你封锁不住的 这种消息外传还是松锁不住的 如果乌克兰跟美国用这种方式做假消息来做 同样也受到大家同样鄙视的眼光 所以今天亚树营在顿巴斯做的东西 今天俄罗斯也在收集这种证据 所以你看今天乌东的战场 俄罗斯在做什么 他把顿雷斯克的东西做完 战俘损据完 证据完了 他也在做一个公审 那他现在忙的也不是在像西方国家拼命讲的 他还在做扩张的行动 他也是讲这个战地政务做完 这个顿巴斯独立建国 给他一个投票什么 像是民意公投一样 他在扶植一个国家的成立 所以不像西方国家在渲染什么要扩大了 什么东西 而且他也在争取 北约国里面他今天芬兰跟瑞典要加入 北约对俄罗斯的北方是一个很重大的威胁 所以俄罗斯也在争取土耳其 塞尔维亚 因为北约里面有两个国家不同意的话 他加入也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蛮关键的 比这个大鱼不大鱼重要 因为芬兰这个边界长达几百公里上千里 对俄罗斯北边的威胁太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争取外围 像土耳其爱尔端 不同意的话 芬兰跟瑞典加入就有问题了 我等一下到请杰大使来解释一下 芬兰跟瑞典干嘛那么时候急急忙忙 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韩国也急急忙忙要加入北约 这盘大旗倒是很让我意外 所以这个东西把普丁逼到墙角 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觉得倒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逼人家狗去跳墙 这个东西真的蛮危险 我倒不在乎这条几条大鱼 是什么鱼 鰻鱼还是裸磨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这个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北边的威胁扩大的话 那真是逼普丁要行险招了 对 所以普丁当然也是不希望 北边的这个战事继续拉开来 可是他当然也很在意说 这里头是不是 如果说真的有他们非常想要的一个证据 为什么就是要 就是没有这个证据在里头的话 他们其实不需要一个一个出来 这样审问的方式 他其实大可就是说全部都战俘 他为什么还要特别送到一个地方 就是新亚述克斯镇 然后这样子还要一个一个来审问 一个一个人核对 是不是代表说他对于里头 他们掌握到的这个证据 真的是非常的关键 不论是生物证据 或者是他们所谓的亚述营的一些证据 因为你其实可以看到 他们还释放了这一段影片 就是说俄军他们进去里面看的时候 还摸到了亚述军旗 还慌忙的赶紧插手 就是说其实他们有掌握到一些相关证据 陆陆续续释放出来 那究竟是亚述的证据 或者是究竟是背后 有没有我们之前讲的是什么重要人物的 什么北约军官 或者是什么人的儿子之类的 大家现在都非常的注意 但是就是得要等到俄罗斯 接下来他们可能进去之后 他们掌握所有相关的通道 搜索之后 可能这个会越来越明朗 这里头究竟所谓的大鱼 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问一下大师 对 现在这个基本情况就是 我想这个亚复军 亚复钢铁场这场战役 我想大概就基本上是结束 那就是说出来了两百多人 那这些是基本上放下武器 然后被俄罗斯 伤兵就被俄罗斯送到一个地方去 这个医治 其他人就一起送到俄罗斯控制的地区 那你说这个算不算投降 我觉得这不算投降 就没有被他有定义投降 因为他就是基本上放下武器 就出来投降了 对 而且他们是举牌旗出来 可是这时候你就看出来 哲伦斯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业员 他不当投降的士兵 他说他这个是一个当代英雄 因为他们已经 意思就是说这是光荣撤退 对 光荣撤退应该直接撤回乌克兰 对 应该回到乌克兰 他们的政府的怀抱 可是现在俄罗斯的时候 其实俄罗斯基本上围而不间 就他可以用各种的炸弹 什么都可以把这些人通通消灭掉 可是他为什么说 他就是要抓火口 抓火口的这个就是要来怎么样 取得证据 这个证据不外两点 一个证据就是说他们这个怎么讲 残害这个平民的 就是说杀害平民的 因为普丁在5月9号的胜利大游行的 这个他的演说里他讲说 这个就是亚述乌克兰军队 在这个乌东地区犯下的是种族灭绝罪 种族灭绝罪是很强的指控 你需要很大量的证据 那他一定要有这个人证 就是说还有要有人犯 那所以我想就是说前上个礼拜 俄罗斯就已经宣言 他们已经把一些这些战俘 掌握的这个战俘 已经以形式起诉了 那是透过俄罗斯的这个 这个法律系统形式起诉 那当然就是说 其实战争的时候 任何一方这种形式起诉 对方的军事人员 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不多 即使是东京大省 我们今天讲这个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联军盟军在日本东京大省 把日本的这个头号战犯出于绞刑 日本到现在不服气 日本认为那个是一个战胜者 对战败者的审判 而且那个什么东条英姬 他们还给他搞了一个园区 叫什么九个义人 义就是道义的义人 一个园区 对日本不服气 所以这种战后的审讯是比较难的 塞尔维亚的原来的总统 在南斯拉夫内战的总统 后来被联合国 所设立的那个罪犯法庭审判 然后判刑 然后他最后自杀了 他也不认为他这个会应该得到 会得到公平的手判 所以这个会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那这个乌克兰也在做同样事 乌克兰上个礼拜已经起诉了一名 俄罗斯的士兵 说他犯下战争罪 也是用乌克兰的法院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事情 就国际我们从这个客观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倒很想出来 到他这个审判的过程 他跟他提出的证据 跟政法专方的辩论 那不过就是说 被审的一方都是不服气的 那是联合国会不会出来干涉 大概不会 因为苏联有俄罗斯有这个否决权 不可能设定一个 有关俄乌战争的一个 所谓的罪犯法庭 可是俄罗斯现在 就把这些人先控在手里面 我想取得证据 然后最后看看要不要起诉 因为这里面普丁出兵的 最重要一个所谓他的合理化的 一个说明就是去纳粹化 那就要跟里面的 纳粹化最具体的代表部队 就是亚述营 他现在就在抓这些亚述营 一个都把他做 另外还有外国干涉 那么就是说这些 里面讲的北约教官 从乌克兰的兵士讲的 那倒是北约教官还是军事顾问 还是北约的领导 还是这些指挥官 那这个要把更多的人找到 才会有证据 所以我是觉得后里面目前还有 不管是500还是800 还是有1000 那就看这些人愿不愿意出来了 所以这场戏大体上 我想乌克兰政府的 泽伦斯基的立场也很清楚 你们可以不打 你们可以投降 可是那些不愿意出来的人 怎么处理 那会有什么发展 我觉得还需要看后来的 最近几天演进 对 我相信现在这个亚述钢铁厂 等于说门已经打开了 就是现在俄罗斯 已经可以进到里头去了 只是说现在对于西方来说 会不会很着急 很担心 因为如果说真的有一些证据 未来落入俄罗斯的手中 相信他们现在会非常积极的 开始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谈判措施 也相信他们可能会希望 这个是不是有赶快有别的事情 可以来转移一些焦点 说这边都已经投降了 事情差不多了 大家要赶快去关注其他俄罗斯 可能还会发动战争的地方了 我们来问一下董哥 在亚述营被包围的时候 全世界最积极跟普丁联络 是法国总统马克宏 因为法国有很多 很多人在里面协助 他很怕的时候被抓到了 现在这些265个被抓起来的 当然审判可能是最后 但中间的构成是怎么样 都在问案 你们这些日子 谁在教你们做什么事情 你们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265个人 天天可能就要被疲疗轟炸 都在问这些 会交错比对 就像我们记者采访 单一的线索我们不一定要 要去交错比对 相同的才是认证 对不对 好 那你看 这些东西 其实西方这些国家 现在心里会很忐忑不安 因为他们都有派人去协助 协助到底层级有多高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到底你们亚述营 还准备打算怎么样 在交叉行问 逼问的情况下 是问得出来的 绝对问得出来 因为这手段可能不是很能道 可能有些残忍 那大家要看这种情况下去的话 等这批人 春禅吐司把机密都讲出来了以后 然后下来接受审判 审判以后过程 接下来这样 就互相交换俘虏 俄罗斯也很多人被乌克兰抓走 那大家记得上个月4月28号 美国跟俄罗斯有犯囚犯 他犯一个陆战队回来 这个陆战队2019年就被俄罗斯抓起 关在监牢里面 犯俄罗斯一个飞行员 这个飞行员是个机师 他不是监视飞行员 据说他美国把他抓起来的时候 他走私毒品或什么之类的 那他们陆战队被抓 人家妈妈人家有家人 所以还是犯了 所以犯狐最后就是会变成 不管最后你有做了哪些承诺 你最后还是要 那我最失望的是 因为这个就是投降 很清楚的投降 我们过去当记者 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媒体 就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 一个时候撤出一个在撤退 这是公然在收谎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西方的媒体 陪美国政府在打仗 他们是美国国防部的一支武器 根本不是真正的媒体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黄庄之后马上回来 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已经突破50万的订阅咯 回馈广大粉丝 感谢季活动开跑了 活动一 抽节目的专属口罩 订阅新闻大白话 并且填写资料 寄送过来就可以了 活动二 观众的许愿池 订阅新闻大白话 并且在指定的贴文底下 留下你的愿望 就有机会 美梦成真 别忘了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赶快订阅起来